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丸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新世界航線罪惡世代 最新的放置型RPG手遊 旭哥來做攻略 那今天來講這遊戲最全的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十多組的禮包碼 可以換到好多好東西 包含大量轉蛋券啊 五星神角 像旭哥開局拿了好幾隻五星的神角 都是免費入手 然後轉蛋券呢 這樣抽抽應該可以抽一百多抽啊 有這個高級的啊 這個就是菁英的這個強者 然後還有這個一般的這個轉蛋券超多抽 還有這個大量的鑽石 統統統可以入手 還有這個最後有這個T0神角推薦 在影片的後方 大家就是要完整的看完啦 那我們進入遊戲了 好還沒進入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 遊戲的虛寶需要獨家最新 好那進入遊戲我們先取個名字吧 好 虛哥 就開局啦 強力英雄的幫助 那可以來抽一下首抽 抽看會中什麼角色 好中一個三星角 強大的高速群體輸出英雄 三星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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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遊戲呢是放置型的玩法 所以就是抽角然後佈陣 再來就是放置 現在最夯的玩法 大多數手機啊現在都是有這個放置型 欸有這個高級召喚券 一定的英雄碎片就可以合成英雄啦 那先合成這個小八刺心腳 不要忘了在背包中進行升級英雄 可以大幅提升英雄的屬性 來 小八養一下 英雄穿戴裝備後更加強力喔 劇情副本可以獲得大量培養英雄的材料 好繼續推 去推這個主線 去市場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好東西 喔有轉蛋券 召喚是快速獲得英雄的最佳途徑喔 欸來開抽了 高級召喚 欸妹子 米奇塔 那旭哥就來講這遊戲最全的禮包馬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啊 將近十多組的禮包馬 全部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左上角人頭 點進來之後呢我們點畫面 這個右邊有一個系統設置 這個齒輪點進來之後我們點畫面這個右邊一個禮包兌換 點進來就可以輸入禮包馬了 那我們就來輸入這個大寫的 VIP 然後 JJ 888 VIP JJ 888 按兌換 可以領到八萬倍里 然後突破卡還有這個遠航刷新券 再來是這個VIP 然後 QD 888 VIP QD 888 可以領到這個高級召喚券 就是轉蛋券還有這個貝里 三萬貝里 再來下一組 VIP 然後 XS 888 VIP XS 888 按兌換 這可以拿到 哇 10個高級召喚券 XS 888 那這個有高級轉蛋券三個 生命金卡三個 還有這個貝里 10萬 這組不錯 VIP XS 888 那下一個 VIP ZF888 好像直接從這個去改就可以了 比較快 VIP ZF 888 VIP ZF 888 按兌換 這可以拿到 哇 10個高級轉蛋券 欸 這個很多耶 還有這個 強者招募令 這個是必中四五星的英雄 還有這個突破卡 欸 這個不錯 再下一組 VIP YY 888 VIP YY 888 按兌換 這可以 拿到這個 五星的魯夫 魯夫勒 然後 還有這個鑽石 直接拿到這個五星魯夫不錯 我們中到這個五星的魯夫 戰士魔化連擊 那我們接下來輸入下一個 VIP RS 001 VIP RS001 兌換 只有這個10萬貝里加上這個突破卡100個 再來是VIP RS002 按兌換 12萬貝里加這個召喚券就是10抽 爽 再來是VIP RS003 改最後的數字就可以了 VIP RS003兌換 15萬貝里加上這個高級召喚券3個 那VIP RS004 按兌換 這個20萬貝里加上這個強者招募令 好東西啊 再來是這個VIP RS005 按兌換 25萬貝里加上這個高級召喚券10張 那我們接下來點這個畫面的右上角 有這個八天登錄 那八天登錄的都會送很多好東西啊有這個五星的暴君雄還有這個五星的這個黑鬍子啊 這個免費的神角一定要領下還有這個大量的鑽石啊 然後高級召喚券這可以召喚出三星到五星的英雄 還有這個城莊珍希城莊 有這個雷霆戰刃啊頭盔護甲戰靴 這個神莊可以入手 還有這個菁英召喚券 還有2000鑽石 強者招募令這個是四五星的英雄 非常多好東西啊 都在這邊 非常多的 福利 那個右上角這個下載有禮的話有這個200鑽再加上五萬的這個金幣 還有這個經驗值 英雄經驗值三萬 好那通通都可以入手 好還有很多福利啊像是這個七日目標啊 然後福利禮包啊 每天都可以領取然後 主題活動有這個 免費的精英召喚 然後這個五星神角 一萬科夫 這個群體治療 那簽到也會有好禮 轉蛋券啊精英轉蛋券 那紅髮屁股 喔四星納眉 香啊 那限時活動 這也機會拿到這個 螺的碎片五星螺 透過活動還有福利 每天簽到就可以拿到這個鑽石還有這個五星的喬吧 好那旭哥來講一下這個遊戲的T0神角推薦 那這個愛斯一定要推薦啦 這個最強的角色 那是屬於法師的職業 他的這個主動技能呢這個 炎界 養火呢可以對敵方全體這個AOE啊 造成這個魔法傷害 72%法傷然後這個4%機率的這個會附加 減速的狀態兩回合 非常好用的這個全體AOE的技能 在這個被動技能的這個燒燒果實呢 會提高他的攻擊力還有這個生命值 都不錯 再來這個炎界神火的這個主動技能 對敵方全體造成99%的法傷 而且28%呢附帶這個灼燒啊 那左燒也是非常好用就是可以一直持續的扣血這樣 兩回合 那最後這個被動技能 炙熱領域 進入戰鬥前兩回合呢 可以這個 降低敵方的全體目標的8%的速度可以降敵方的這個 速度非常好用兩回合 然後左燒狀態的話這個傷害還會再提升20% 好那愛斯呢是非常好用的全體的輸出的角色 攻擊手啊還有這個附帶debuff的效果 都是非常強力的技能組 好那這個T型生效一定要把他抽起來 那今天的攻略就錄到這邊啊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 遊戲的續保就好獨家最新都在旭哥的頻道